日前台一架飞测机在自己地盘遭日本自卫对战机拦截被迫折返 事后台当局却替日方并且称是关切 此番言论遭外界不齿 台作家哀叹 蔡当局没指望台渔民只能寄希望解放军的海军保护 据中时电子报消息 10月11日台民航局的一架负责航路 航管仪器测试的飞测机在台飞航情报区与防空识别区的边线上 遭到两架日本自卫队的F-15战机拦截被迫折返 台民航局事后竟然强调对方不是拦截是关切 台湾作家洛杉矶认为蔡当局是没有指望了 台湾渔民只能寄望解放军的海军能够执行保将卫土任务 台民众希望受到解放军保护 洛杉矶表示 日本为何如此不顾一切的称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 因为这样才能让所有台湾飞机渔船一离开自家门口没多远 就进入这个所谓离日本本土十万八千里远的临海内 让他们有借口可以围捕驱离绑架台湾渔船 甚至要求说惊 洛杉矶直指日本险恶用心 如果大陆飞机军舰一旦靠近台湾外围就进入日本所谓的领海 他们就有正当理由进行所谓自卫 顺便保护他们日思夜想的殖民地台湾 洛杉矶称这几点理由足以提醒大陆绝对不能让日本利用钓鱼岛 作为跳板将领土偷偷伸入中国领土 洛杉矶直指蔡当局是没有指望了 台湾渔民只能寄望解放军的海军能够保江卫土 日前台飞机在自己地盘遭日基兰结时 就有台网友契落 遇到日本就窝囊 希望让大陆出面解决 国民党立委废宏泰批评 日本战机公然飞入台防空识别区 台湾物部门却坑都不敢坑一声 而台空军又在哪里 沸宏泰还说 当时台飞侧机被拦截的位置 是在台飞航情报区内防空识别区边线上 日本军机竟然亲门踏户进入台防空识别区 拦截台湾公务用飞侧机 并且台空军竟然没有任何反制座位 是隔一周也没看见台外交部对于日本的不友善行为发出一点声音 显见蔡英文当局碰到日本就腿软 这已经是严重警讯 蔡英文还敢大言不惭说台日友好 蔡当局昧日无度逢日必软 台民众为时邀会对蔡当局失望透顶 自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 蔡英文及其团队历来一副风日必软的姿态 为企图提升所谓的台日实质关系 蔡英文刚上任不久 就因日本核实输台遭民众抗议 在今年台北登节上 又刻意将台湾与大陆妈祖文化划分界线 将妈祖设计成日本动漫人物 此外还在台日政客与混入日文 蔡当局种种昧日行径 让台民众深恶 痛绝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袁毅曾感叹 蔡英文比陈水扁执政时更加昧日 袁毅认为蔡英文长期跟随李登辉 也是由李登辉一路提拔上来 他今天所采取的对日政策 可以说是有机可循 算是对李登辉亲日 昧日政治遗产的继承 对于台当局昧日作态 外交部曾明确指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我建交国 以任何方式与台保持官方联系 我们登促日方先时克首中日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和迄今为止 向中方所作出的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采取实际行动纠正错误做法 不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错误的信息 不要给中日关起制造新的干扰 纵边海外网 旁盛 不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